我們來關心到緬甸的最新疫情 緬甸在7月12號的時候 他的單人新增確診數飆上了5014人 這個數字已經刷新記錄 或許大家聽起來很可怕 但是專家提醒大家 這當中恐怕還有更多的黑數 因為在當地檢驗能力是完全不夠的 所以染疫跟死亡人數恐怕都會更高 尤其在兩大城市 就是我們說的瓦城跟陽光了 尤其在緬甸的部分 今年2月因為爆發了軍人政變的影響 連帶影響了很多所謂的防疫政策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陽光跟瓦城 基本上醫療量是完全吃緊的 兩個大城的居民現在還爆發了缺氧危機 陽氣瓶是完全不夠用 而今日緬甸當地的獨立媒體就說了 其實氧氣不足已經造成了上百人因此病逝 有一些協助安葬的團體 他們從數字來告訴大家 他說過去幾天已經下葬了5個人 但是在之前其實每隔15天 只會下葬一個人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當地現在死亡數量 都是在網上竄生當中 要怎麼樣來控制疫情呢 官方提出來的辦法 就是頒布了居家利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待在家裡 但是相關的防疫措施非常重要的 還有疫苗的環節 目前緬甸來說 有接受了印度還有大陸的疫苗援助 他們預計向俄羅斯來購買更多疫苗 預計要買700萬劑 希望可以來控制他們國內的疫情 鐵皮屋頂扭曲坍塌 地上一片焦黑 病床被燒得只剩灰燼 家屬來到市發現場 跌坐地板垂胸痛哭 這場惡火發生在伊拉克的奈希利亞 總共70張床的確診專責加護病房 疑似因為氧氣瓶爆炸引發大火 病房瞬間陷入火海 裡頭滿滿確診者和陪病家屬受困火場 這場意外至少造成92人死亡 官方懷疑大火是氧氣瓶爆炸釀成 家屬當然無法接受 其實伊拉克在今年4月 首都巴格達的醫院也發生過 離似氧氣瓶爆炸的急火意外 當時造成82人死亡 沒想到三個月後 類似的悲劇再度上演 也讓伊拉克民眾悲傷又憤怒 甚至走上街抗議 伊拉克總理召開緊急會議 他們質疑醫院方管理氧氣瓶不當 已經下令逮捕13位醫院高層 要追究相關責任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全球的貧富差距現在也拖累了 整體的防疫進度 因為當中讓疫情升溫的兩個 非常重的關鍵 在現在要討論到的就是變種病毒 還有疫苗的供需問題 連那也讓現在全球的疫情態勢 也只是再度的往上走 逐步的升溫 而現在全球的確診數 已經連續四個星期 都是往上走的 另外死亡數也是連續十週 從下降之後開始出現回升的態勢 所以說現在WHO也特別警告大家 未來其實Delta變種病毒 就會變成全世界主導的新冠病毒 那我們來看到為什麼貧富差距 為什麼大家要來討論這個話題 當中非常關鍵的就是疫苗的供需了 以有錢的國家來說 現在他們已經是第一期 第二期都打完了 在討論要不要打第三劑的加強針 而現在以窮的國家來說的話 包括醫護 年長者 他們根本這些第一線的人員 最脆弱的人員都還沒有辦法 接種到疫苗 所以說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 坦德之代就說了 這些疫苗供應商 他們寧可跟有錢的國家 來談第三劑來追加劑 而不是跟窮國談怎麼樣 達到所謂的群體免疫 他對這件事也認為是非常不滿 他說如果各國任最衰敗的國家 來受新冠擺佈的話 未來一定會感到慚愧 甚至他也用毫無道理的貪婪 來形容這樣子的現象 以色列第二大臣特拉維夫的九霸一條街 擠滿迎接解封的民眾 這是六月中的以色列 當時Delta病毒還沒有大舉入侵 疫苗神童的預言成真 解封領頭羊以色列被Delta病毒打得落花流水 威瑞完整接種效率降低 因此以色列決定要讓有特殊風險的患者 加打第三劑 以色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提供加強劑的國家 但世衛組織對富有國家敢打第三劑的行為相當火大 現在移動到第三劑 就是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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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進行混打試驗的國家不少 德國跟加拿大的專家小組都建議 第一劑打AZ 第二劑可打輝瑞或莫德納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則發現 先輝瑞後AZ或者是先AZ後輝瑞 激發出的抗體濃度都高過兩劑打AZ 世衛認為現階段的數據不夠 有更多專家才能做判斷 但等到試驗做完整 再來決定可否混打可能有點慢了 Delta傳播力驚人的可怕 才讓以色列針對風險高病人打第三劑 科學家也才想做試驗看混打能否提升抗體 但結果尚未明確前 各國最安全的做法是全面提升完整接種的速度 法國總統馬克宏不只強制前線醫護要接種 衛生部長還說到9月還沒有打的話 不能領薪水也不能繼續上班 8月起民眾去餐廳百貨公司 搭大眾交通工具等 則是要出示健康通行證 上面要有接種或者是陰性檢測的證明 要盡可能提高目前36.4%的完全接種率 至於連六天確診破3萬的英國 則因為完全接種率達到52.2% 死亡人數降 首相強生提醒大家小心 但還是會如期在7月19號解封 不過6月下旬就解封了荷蘭 現在是後悔也來不及 荷蘭解封時的單日確診約500多例 但近期確診卻破萬或在八九千徘徊 再加上比Delta傳更快的變種病毒已經出現 荷蘭政策趕緊急轉彎加強防疫 歐洲疾控中心7號將拉姆達列入監控變異毒株的列表中 世界衛生組織此前已將拉姆達歸為需要留意的變異病毒之一 來自秘魯的Lambda變種已經入侵到32國 從南美一路傳到北美 英國 德國 澳洲等地 有研究顯示它的傳染力比Delta高且快 疫苗研發團隊又多了一個令人頭大的敵人 Delta變種病毒發威 日本疫情升溫也拖垮東京奧運 東京都現在正在新的緊急 因此有病毒的新冠状況 新冠状況是被保護公共街道 更新限於一個小的節日 緊急的緊急 會保護冠状況的整個年紀 東京奧運媒體中心週二啟用 戴口罩 酒精消毒 熱像移測提溫 成了記者進場必備三藥劍 我已經用了手洗澡 已經三天了 經常穿上衣服 他們都做了什麼 以防疫疫情 以防疫疫力 所以我感到完全安全 選手春也正式開張 各國選手陸續抵達 合計將有1.1萬名選手入住 只是在東京第四度緊急令下 日本砸重金蓋好的場館 觀眾席將不會有觀眾 日本不斷宣導防疫 卻仍擋不下疫情 週二東京再添830例 新增兩死 日本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專家 大曲貴夫預測 照這個情況下去 四週後 東京每日新增確診 將重回千人大關 疫情升溫 也讓日本首相菅義偉 內閣支持率 以33%寫下上任後行低 至於南韓大首爾地區 進入四級防疫 規定健身房跑步機 時速不能超過6公里 每分鐘120拍的流行歌曲 通通不准播 衛生官員表示快歌會讓人亢奮 這麼做是為了防止 將汗水漸到別人身上 南韓面臨疫情爆發以來 最嚴峻狀況 週二新增1150例 連續七天確診破千例 首都圈變種病毒比例 增加到26.5% 比前一週多了超過一倍 韓國職棒宣布停賽一個月 而現在南韓也面臨疫苗荒 前九疫情持續升溫 台韓同時面臨疫苗延後交貨 而短缺的窘境 導致集體免疫的目標勢必延後 南韓採購了1.9億劑疫苗 目前只來2070萬劑 僅購四成人口施打第一劑 就怕掀起恐慌 55到59歲疫苗預約也緊急喊咖 泰國疫情同樣不降反升 染疫死者不斷被送到殯儀館 工作人員穿上全套防疫衣 將棺木送往火葬 週日泰國新增超過8600例 56死 確診數累計突破35萬例 大曼谷地區實施疫情以來 最嚴格的封鎖宵禁令 關閉商場限制5人以上聚會 在10個高風險省設立145個檢查站 希望能擋下疫情擴散 為了對抗Delta變種病毒 泰國政府對混打疫苗打開綠燈 宣布先打大陸科興再混打AZ 但世衛警告 只目前沒有數據證實混打疫苗的安全性 可能會有健康風險 TVBS新聞 鄭阿波動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